爱波斯坦罗利岛这个巨瓜在我深巴后才发现 比任何美剧都要精彩 三斤认为这个案件将永远成为谜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 爱波斯坦不是在监狱里自杀了吗 那除了爱波斯坦 罗利岛其实还有两个核心人物 一个是爱波斯坦的女朋友麦克斯威尔 她的工作就是找罗利 另外一个就是模特经纪人布鲁内尔 她的工作就是提供罗利 那她和爱波斯坦的关系到底铁到什么地步呢 据受害者口述 爱波斯坦曾和布鲁内尔带来的 一千多个女孩睡过觉 在爱波斯坦过生日的时候 布鲁内尔曾直接把年仅12岁的三胞胎女孩 从法国空运到美国 献给爱波斯坦作为生日礼物 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啊 三间视频里的所有内容 都来自美国法庭文件 在08年爱波斯坦入狱之后 布鲁内尔更是一年内探监好兄弟至少70次 在19年也是陪好兄弟一起入狱 只不过爱波斯坦进的是美国最安全的监狱 而布鲁内尔进的是 法国管理最严格的监狱 那作为超名昭著的爱波斯坦同伙 布鲁内尔当然也是享受最严密的关押 他被关在单人牢房里 有预警随时检查他的动向和状态 关押这几个月以来 因为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 没有任何自杀意图 监狱就没有给他安监控 但是神奇的事发生了 没装自杀监控的他自杀了 而且他的司法和爱波斯坦一模一样 都是单独监禁 都是没有监控 都是用床单上吊失望 对此布鲁内尔的律师们说 他们是相信他是想用自杀 来抗议司法系统的不公正 反正一痛忽悠 差点就把我忽悠瘸了 那两大核心人物都死了 现在就只剩爱波斯坦的女朋友 麦克斯威尔了 虽然他直到现在都还活着 但是神奇为什么说 这个案件将永远成为谜团呢 就是麦克斯威尔的哥哥告诉媒体 他们对布鲁内尔和爱波斯坦 自杀感到十分害怕 他说他妹妹绝对没有自杀倾向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他妹妹也死了 那肯定就是他杀 但是他的精神科医生 坚称麦克斯威尔有自杀风险 于是就自打他入狱之后 就每天晚上每15分钟叫醒他一次 以确认他是否还活着 不得不说 这招是真绝 哦对了 另外说一句 最开始接受爱波斯坦的女法官沙拉斯 在五天后也惨到面门 儿子被枪击 当场死亡 丈夫重伤 所以说证人我们是指不上了 现在就只能等下个月 剩下那一千多页文件公布了 点赞加关注 到时候我们继续吃惯